跨年这一天 明明应该是欢乐唱歌的包厢内 却有两名远景在场 而男子坐在角落 乖乖不敢再乱跑 就开车 汽车 我坐车 坐车 汽车系统车吗 对 所以也不知道车号 不知道 把外出的行踪统统交代清楚 原来这名男子 二十号才从马来西亚入境 省三天就可以解禁 但他把防疫手机放在家中 偷溜到KTV和朋友唱歌 还唱得太大声 引来警方领检查获 而巫师禁令的人还有他 阿伯 你不在乘了 你不在乘了 你不在乘搭车车来给你车 你口罩戴好 我是不在乘搭 你这款一样 国道警察不敢大意全服武装 穿着防护衣 口罩 手套 以及面罩到现场戒备 这名居家检疫者搭游览车 从台南北上 警方紧急在湖口服务区 将人揽下 其余的乘客及驾驶 留下姓名及联络方式后 提醒其应落实自主健康管理 游览车上的二十人 都必须要自主管理 台南连续两件落跑案 害得其他民众 2020最后一天也不平静 三连新闻 张浩逸 王绍宇 新竹台南 综合报道